这个情况其实是属于用一个虚假资料和文件去进行个实名登记 是有可能干犯刑事罪行 适用的罪行就包括导致罪条例里面以欺骗手段取得服务 或者刑事罪条例里面关于虚假使用文书的罪行 如果一经定罪那个刑罚很高的就是监禁至14年 我们也都已经发现了情况 我们都收集了有关的资料已经交了给警方去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